真正的这种强者是应该可以顺势而变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身份 你的想法都会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协会的工作当中 是未来五年 十年 二十年长生不衰的根本毛账 我觉得两个都有吧 自己能够再次回归 我想动力更大一些 因为有那么多人支持 期待 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包括也是一个支撑 我觉得收获其实还是很大的 除了一个改变了自己的以前一个很长的生活模式 生活习惯 生活环境 但是换一个角度上来说 能够跳出来 再去思考 再去看的时候 可能跟以前在里边的时候不完全一样 会有很多新的启示 因为这一年多里边自己也尝试 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看似和乒乓球有些有关系 有些不一定直接有关系 但是我认为事物发展到最后 有很多都是相关联的 我觉得是正常的 任何事情 事物发展 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 不可能一成不变 所以真正的这种强者 是应该可以顺势而变 能够符合打的这种趋势 怎么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不管是球队自身 还是中国拼协和国际拼联 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如果做得足够强大的时候 别人会尊重你的 他也会离不开你 但同样 因为中国队的强大 也会让别人有很多想法 就像日本队 人家也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也付出了十几年卧薪长胆 花这么多优质冬到主 所以真正的这种困难和挑战 在这个周期里头 很多东西是没有显现的 为什么我有这么强的忧患意识 因为你看得见的东西 看得见的危险 它都不是危险 你都可以排除 很多都是潜在的 让一些危机 但当然这个和一些 比赛的规则的改变 时间的改变 地点的改变 包括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可预知的 和不可预知的一些变化 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 提前做愈 和备案和备案的 不是说到了一个多月前 才叫奥运备赛 我觉得应该来说 它的一些改变 我们也要有一些对策 有一些相应的对策 和一些战略 你不能完全被人家牵着鼻子 而且我们的球队 还是说有一定的特殊性 像特别在这个周期 有一些奥运冠军 一些老将 也有一些年轻队员的崛起 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好的 怎么能够把两股力量 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能够适应 国际平联的一些改变 但当然一些政策 已经出来之后 你无法去改变的时候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适应 能够做出战略性的东西 我认为不能说 只是看眼前 只是看眼前的话 它的这种战术越多 有些老运动员连续参赛 会疲于奔命 一些对伤病 包括状态很难保持 但如果不参赛的话 它国际比赛的感觉 和一些积分排名 又会掉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要做起来 专门去研究 研究出战略和策略之后 再去按照大的方针去部署 而不是说一战 就是一战比赛 我认为 所以现在回来之后 更主要的是能够 从战略上 从顶层设计上 怎么能够 包括对这两年的奥运备战 怎么考虑 五年以后怎么办 十年以后怎么办 所以这个真正的这种强大 我认为不仅仅 是在中京奥运会 中京奥运会只是说 眼前最重的一个目标 更重的目标 是项目的发展 乒乓球 事业的发展 能够在世界舞台上 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觉得差不多吧 反正在某一个阶段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身份 你的想法都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主要是能够适应 你要适应这个时代 你要适应规则 你要适应位置的转换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 对乒乓球的理解 对乒乓球未来的一些展望 当然这个有很多是我熟悉的 你比如说像国家队的工作 备战的工作 这些是非常熟悉的 回到训练馆 看到了球队 就像回家一样 这个转换会相对比较快一点 但是这一年多 也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 也有一些年轻队员的起伏 老队员也会有一些起伏 大家在这个未来的这种发展 我觉得这块上 还是在自己的可控范围 或者是我一直也在关注这块 还有更重要的一块就是协会 协会实体化 这个协会实体化 就不像原来就是说中心 在去 原来所有的职责职能都在中心 现在中心要逐渐转到协会 转到协会之后 这些东西和国家队 看似有关联 其实又是完全两个系统 在这个协会的工作当中 才是未来五年十年 二十年朝生不衰的根本保障 但是在协会的工作当中 我认为可以说自己还是一个新手 对我来说这个挑战 比在国平压力还大 因为有太多未知的东西 我自己还需要学习 也需要依托很多外界的力量 外界的这种人事 所以现在我认为 最主要是缺人 真正缺能够帮助和改变 乒乓就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人才 因为这是两个最难的 你又要保持原有最好的成绩 同时你还要抓推广 还要抓这些全民健身 少儿的这些培训 还有这种未来的一些 这种展望的东西 但我觉得它还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球队的成绩 是非常显现的 一个比赛 一段时间 马上就能显现出来 协会的工作 任重到远 它是一个基石的工作 眼前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未来这种好坏 其实取决于协会的发展 所以协会上来说 我认为和球队 一个是眼前的压力 一个是未来的希望 因为自己这一年多 没有回到这个球馆 而且和圈里边 这些教练运动员 大部分都没有 没有直接的这种见面沟通 所以其实很多 都是一年多没见了 但是我来说 一点没感觉 一年多没见 只不过说时间一算 又一年多没见了 这个我觉得就像 就像学生 放了一个暑假 之后再回到学校 看见了老师 老师在看见的学生一样 包括我觉得 乒乓就16年以后 出现了一个热潮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发展事业最好的时机 我们现在拥有的 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拥有这么多 球迷粉丝的支持 来关注 更主要的是 还有很多年轻的 让这些孩子们 能够把这些球员 冠军当成偶像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赢得的 这些方面的胜利 比奥运会包揽 四块金牌 更有价值 所以我认为 这一年当中 是不是 这个乒乓球的热度 粉丝和球迷 对乒乓球的支持 包括在2020 东京奥运会 我都希望能够做好 因为这个 回到家 不仅仅就是乒乓球队 所有的赛场也是 其实家人 不光仅仅是 我们的教练员 运动员 还有我们这些球迷 这些粉丝 和热爱乒乓球事业 为乒乓球事业做贡献的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是热爱乒乓球 喜欢乒乓球 不管是喜欢球也好 喜欢人也好 喜欢某一个节点也好 大家是乒乓球 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我认为这样才能够 真正把事情做大做成 其实家里呢 作为我来说 是要经过一些斗争的 从我个人来说 和家庭来说 这一年多的生活 是 怎么说呢 是非常 就是可以说是向往的生活 自己梦幻般一般的生活 可以陪在家人旁边 陪在孩子旁边 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可以进行很多思考 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意愿 去做任何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 还是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但是我知道 一旦回来之后 会比以前更忙 压力更大 但是我觉得 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很高 是吧 我是不忍心 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一个人 我还是希望 努力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能够真正 像刚才说的 能够把乒乓球 这个大家庭越做越大 越来越广 越推越高 我认为这个贡献 可能比拿金牌 是吧 更有价值 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 不是说这几年强大的 几十年过来都是强大了 是吧 他除了拿金牌之外 还有更多的任务 就是在社会上的 这个影响力推广 包括对这些年轻孩子的 是吧 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 我希望我们的球员 我们的冠军 他们的偶像 是吧 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 这样能够在社会各界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是吧 今天的我就会成为明天的他们 是吧 大家一代一代的传承 爱人理解 我觉得理解 因为我老婆 她是一个运动员厨师 我们是体育师家 更是乒乓师家 所以那样的一个生活 对 太熟悉了 是吧 她也是职业运动员 而且她爸爸也是 原来辽宁的种辽恋 其实这一年多的生活 我们俩有时候聊天的时候 觉得 对 很奢侈 很不真实的 我们还能享受这样的生活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 这是真实的 这可能就是 我真正的人生的命运 那孩子呢 虽然孩子还小 有没有尊重她 听听她的意思 我觉得 还是在大家和小家之间 肯定还是要做一个取舍的 再一个 我认为孩子 我相信他如果有这个天赋 没有我 他也一样能够成功 但同时 我也会在家里言传身教 对孩子也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 能够带领球队 取得各方面的成功和辉煌 让他们成为一个 我成为他们一个骄傲的爸爸 能够让孩子真正为爸爸骄傲 自豪 能够学到的东西 会比留在他身边更有价值 平超 他有他特殊的这种价值 在特殊的一个时期 是要做了很多贡献 然后也留下了很多平毛人才 但是他走到现在的时候 确实碰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年出现的 其实几年前就不断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也是留给自己的一个难题 就是说在推广方面 怎么在训练 比赛 管理 这个开发 推广 这个职业化 这里面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我感觉这是未来我自己 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非常想念大家 因为在前面的世界杯 世锦赛和大家一起看球 一起分享 因为这也是我这一年多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用一个普通人心态 来去给大家讲解 对乒乓球的理解认知 其实最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也舍不得 这些球迷 粉丝 我也希望通过比赛 他们加深对乒乓球的理解和热爱 然后对乒乓球不离不弃 如果有机会 我还继续会 回到中国体育 跟大家继续交流 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因为在任何的位置上 我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中国乒乓球队 谢谢大家 谢谢就知道 辛苦了